劳力士崩盘啦 兄弟们今天是11月30号 11月的最后一天 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11月一共卖了91块表 然后一共买了62块表 是不是感觉我这个月的手表销量 比之前几个月都要多 没办法 现在完全进入买方市场了 只能薄利多销 还有就是 其实不是你的手表卖不动 而是你的价格不够便宜 比如说我本来这一排都是黑水鬼 多的时候有七八个 狠狠心 宝本或者亏一点点也就卖掉了 一个星期就卖掉了 总比留在手里亏钱要好 像我之前19年的有利黑 我卖七万五没能要 卖七万三马上就出掉了 现金为王 有利必跑 我反正也搞不懂 现在还有的同行 就比如说 昨天客户找我定一只22年的有利黑 现在行情应该就在八中的样子 他居然要卖我八万八 我都无语了 行情跌了就要跟着行情走 认清现实 随着11月这一波劳力士运动款大幅下跌 对我们重库存的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还好及时调整了战略 你看我现在柜台都空了不少了 回归正题 介绍一下店内现货行情 现在116610单表的行情大概在6左右 有卡的 一年差价在1000上下 新款126610有利黑 单表的行情在7左右 全套8万左右 一年差价在2000左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无利黑水鬼居然没有浮动 指的是新款的 21年渐进黑 现在的行情 之前卖10万8左右 现在只要10出头了 23年的沙士圈 现在13万中就能拿了 13年的GMT小绿针 现在7万左右 这是今天刚买的23年7月卡的 116503建金的白底 成色非常好 漏价16万出头 然后现在空半还有三个 19年的只要4万多 二年的现在也只要5万了 23年的5万3 二年的横洞 银盘的4万7 日制也就剩这几个了 建金的白盘6万多 建金黑盘带赚7万多 占6表镜的日制蓝盘赚客 一个五珠链 一个板链 这只6万多 这只7万多 18年的蓝盘赚客 41表镜的还在 这只灰条还在 全新的 现在随着新款的迪通拿开卖 对老款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现在23年的白熊猫 只要21万多就能带走了 同样黑底 就18万多的行情了 这个全金的迪通拿 终于也没怎么往下走了 这只23年的黑盘赚客 38万多 如果觉得这种全金的 新款的太贵 我还有一只老款的 这种洞扣的 这也是一只后赚的 也是黑盘赚客 这两只表 其实外观上没有太大区别 这个只需要23万多就能带走 随着现在新款的迪通拿 全面上市 价格浮动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 入手要谨慎一点 这一次运动款的下跌 其实跟专柜大量放货运动款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现在正式进入12月了 希望我们行情能稳定一下 能让表商过个好年 我认为这个行情波动 到现在已经很稳定了 至少目前没有出现 没能买表的情况 只要价格够便宜 还是有人来买的 今天的行情就介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